哈囉各位,歡迎回來Allen Go Around 我是你們的Allen哥哥 又到了萬眾矚目的德州撲克現金局啦 Allen哥哥很久沒有發德州撲克現金局的影片了 那這次的現金局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這次的現金局是只跟粉絲對打 所以在裡面玩的所有人應該都非常了解Allen哥哥的排路 那這次現金局我們打的是50-100 各位就一起跟我們看看,看看我們到底表現得怎麼樣吧 Let's go 那今天一坐下來,桌面上所有人差不多抓了一萬五千塊錢的籌碼 所以說大家有效籌碼差不多是在150個大盲左右 第一副牌大小盲是50-100 前面的人全部都棄牌,然後我們在裝位 我們在裝位看牌有A3不同花 這邊我們一樣做一個正常的加注,加注到300 加注到300以後呢,小盲是棄牌 大盲是我們弟弟當名的統神 統神看了一下牌以後選擇跟注 翻牌來了AK10兩個黑桃 這個時候統神選擇了過牌 此統神非比你們認識很紅的那個張家兄弟統神 所以請不要搞錯,反正他過牌以後到我們 AK10這個面,其實基本上來講我們擊中一個頂對 如果你要延續下注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這邊其實我自己覺得偶爾 考慮過牌的策略也是可以 過牌的話可以控死,外加可以隱瞞我們重A的牌力 然後重點是比較不會遇到人家過牌加注 然後你要接人家一槍轉牌,人家繼續打 你有很難受這個問題 所以我最後採取比較保守的一點策略 我們選擇了過牌 過牌以後呢,轉牌來了一張無關緊要的9 這個時候統神繼續的過牌,然後到我們中間有差不多650塊錢 然後我們這邊當然要選擇下注去拿一些價值了 中間有650塊,我們打了差不多半池 下注了300塊,回到統神 統神馬上的氣牌 順利的拿下來了今天第一副彩池 收取一點過路費價值 送你啊他媽的,對呀 要戴四張帽 謝謝 謝謝老闆 馬上來第二副牌槍口加2的位置 選擇加注到250塊 這個我覺得在一般現金局來講 算是比較偏小的加注 因為大家都算是比較深的馬量 有150個大馬 然後這個2.5BB的加注我覺得算是偏弱的 槍口加3的玩家是選擇氣牌 然後到我們在中位的位置 我們這邊看牌有AJ銅心 AJ銅花 這邊如果我們只跟住的話 後面可能裝位跟裝前也會選擇進來跟我們一起玩 然後我們就沒有位置的優勢了 所以我這邊果斷的決定自己做了一個3bet 3bet有3bet的好處 3bet的話我們可以馬上隔離槍口加2的玩家 之後在翻牌的時候可以用位置的優勢跟他1對1 外加我們可以不要讓後面的人進來 然後3bet之後如果槍口加2的玩家4bet回來 他的牌力就代表非常的非常的強 所以我們可以間接壓縮人家的牌力範圍 所以我們選擇3bet 我3bet到了800吧我記得 然後後面的人全部都棄牌 然後回到槍口加2的玩家 他想了一下最後有棄牌 所以我們順利的又贏下這個彩詞 這把後面的拖牌都棄了 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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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下一副牌大全盲一樣50、100 前面的人全部都棄牌 中衛的玩家這邊做了一個加注 加注到了400 我們在裝衛看牌我們有10J不同花 跟住以後後面的人是全部都棄牌的 所以我們剩兩個人單挑一起看一個翻牌 翻牌來了A、J、8 全部都是黑桃 所以我們現在有買花的機會 這個時候中衛的玩家選擇延續下注 下注了一個600塊的注碼 我們擊中了中隊 然後有買花的機會 我們當然哪裡都不會去 這邊很正常的選擇一個跟注 我們有位置的優勢 看看對方在轉牌還會不會繼續的下注 跟注以後轉牌來了一張專快7 這個時候槍口的玩家選擇了過牌 然後到我們 這個時候中間差不多有2100塊錢左右的抽碼 這個時候我稍微想了一下 因為我在想這邊我們是自己可以選擇下注的 因為我們有位置的優勢 然後外加我覺得槍口的牌型一定不怎麼搶 因為它應該不會有花 外加我不覺得它會有A、A、A、K、A這樣的牌型 因為我覺得如果有的話 它應該還會繼續的自己打 自己的下注 所以我這邊猶豫了一下 想說我們要不要轉攻為首 可以自己開始下注 如果我們自己下注的話 可能對方有一些比較AX的牌型 沒有黑桃的話 這邊可以把它打蓋 因為我們自己有J嘛 我們唯一下注就是想要把人家AX的牌型打蓋而已 並不是說想要下注哪些價值 但我後來想了一下 畢竟我們有買花的機會 然後外加我們可能還是在領先的 所以這邊一樣 我最後呢 慫掉了 還是選擇過牌就好了 我覺得我們大概率來講 有可能是在領先的 合牌呢 最後又掉了一張黑桃物 所以我們擊中我們的畫面 這個時候槍口的玩家 繼續選擇過牌 然後到我們 我又想了一下 想說是不是該下注哪些價值呢 最後想想 畢竟剛錯下來 對各位玩家還是不太熟悉 所以最後我也選擇過牌 過牌以後呢對方翻開他是有A6不同花 所以我們運氣很好的 順利超車拿下來這副彩子 但是當我看到A6不同花的時候 我當然對這個人的心理就會開始打一些分數了 就是這個玩家可能是稍微屬於偏鬆的 因為他在A6不同花在中位就選擇加注了400 所以雖然說我贏下這副彩子 但是中間我還是有在觀察我們這些小粉絲們的打法 Check 6花 這怎麼打的啊 Zoom 超車王 超車王 然後馬上來到了今天的炸彈彩池 各位如果不懂炸彈彩池怎麼玩的話 艾倫哥哥現在稍微先跟你們講一下 炸彈彩池呢 顧名思義就是要把這個彩池搞得很大 這樣打起來才刺激才爽啊 所以我們設定的規則是每一個人放四個大芒進去 就是400塊錢 然後每一個人都要放這個錢進去 也就是說每一個人一定要參與 然後直接從翻牌開始打 也就是說翻牌會是一個九人一起看翻牌的情況 所以這副牌一開始的時候中間有3600塊 然後翻牌直接來了330彩虹面 這個時候我在小芒的位置看牌 我發現我有36不同花 我擊中了三條啊 但是不要拍進得太早 這個時候我看我後面的人 我已經看到有人想要蠢蠢欲動下注了 所以我想了一下 我覺得我這邊還是過牌好了 畢竟是一個九人彩池 採取一個比較保守的策略 過牌以後後面的幾位玩家也過牌 到中衛的玩家 中衛的玩家這邊打了一個1200塊錢的注碼出來 然後後面的人全部又都過牌了 回來到我 1200塊錢的注碼 我們這邊可以選擇跟注 或者是我們可以選擇加注 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加注的話 其實蠻明顯你就有三這一張牌 因為是一個九人彩池 大家不知道 你沒有三的話 你是不太可能會加注回來的 因為這裡並沒有一個買畫面 或是一個買順面 所以我選擇繼續的埋伏 選擇跟注就好了 跟注以後後面的人都棄牌 所以我們剩兩家一起看一個轉牌 轉牌掉了一張A 這個時候中間已經差不多有快6000塊左右的抽碼了 我們一樣沒有位置 繼續選擇過牌 Check 過牌以後到他 他也選擇過牌 這個時候他過牌的時候我自己在想 我一定是在領先的 對方大概率來講 我覺得他有10 因為如果他有3的話 他自己會繼續的打 如果他有10 他也會繼續的打 所以這邊我只能覺得他有10 這樣的牌 在翻牌選擇打一槍 測試一下自己的牌力 轉牌又掉了一張8 這個時候呢 當然要選擇自己下注拿一些價值了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已經推斷出來 對方的大概率手牌範圍應該是10X的牌型 這時候中間有6000塊 我想了一下 因為牌面上掉了一張A 這個時候如果你打稍微大一點 對方有10的牌型 就不可能會跟注 所以我想了一下 我打了一個1400塊錢的注碼出去 算是非常的小 就是想要他施捨我們可以跟注一下 然後到他想了一下 他丟了3000塊出來 他選擇的加注 這個加注是搞得我莫名其妙 因為加注的注碼非常的小 然後我心裡還在想 靠腰他是有什麼牌可以這樣加注 然後我心裡頓時撒了一下 在想說該不會他有88吧 然後呢很無奈的 因為中間已經七八千塊錢了 所以這邊只要再多1600塊錢 就可以看這個底牌 所以我們一樣就選擇了跟注 跟注以後呢 對方翻開他有38 沒有錯 對方有護爐 我不太懂為什麼他轉牌沒有下注 可能他也是想要控制吧 所以不幸的 這邊差不多噴掉了4000塊錢左右 他3000 你打1400他打3000 喔 OK 我數學了他吧 好帥喔 好強喔 差不多 3A跟38 差不多 我有3啊 所以我才會3啊 所以我才會3 輸了那把牌之後呢 籌碼量往下掉了一點 籌碼量來到了差不多 1萬1 1萬2左右 這個時候使出了 失傳已久的秘技 有前舊是任性大法 馬上的跟何官說 我要補碼 麻煩幫我補1萬 沒有錯喔 我們的籌碼量又來到了 2萬1 2萬2左右 這把牌一開始的時候 槍口的玩家選擇 加注了400 然後後面的人全部都棄牌 然後到我們 我們在大忙的位置看牌 我們有KK 喔不錯喔 KK來了 這個時候呢 因為對方的有效籌碼 也是差不多在2萬到2萬5左右 我們都是200個大忙生 所以這邊當然要做一個3倍的再加注 但是加注的注碼要稍微大一點 不能只加注的太少 所以我們選擇加注到的1400塊 回就到他 他想了一下 選擇了跟注 翻牌呢 來了AA8 現在基本上只輸AX的牌型 對方手中是有很多對子的 1010到QQ的牌型 都是有可能的 這邊我們採取一個延續下注 下注也不用下注的太多 因為你希望對方拿小對子 繼續跟注你 所以我們打了一個900塊錢的注碼出去 900塊錢打出去以後呢 到對方 對方說了Race 那個時候我聽到的時候 我心裡抖了一下 不會吧 對方該不會真的有AK、AQ 這樣的牌型 AJ、A10 銅花之類的 反正對方加注到了2700 但是這邊我們要硬起來 一定要硬起來 一定要跟注一發 看看對方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貨 所以我們選擇了跟注 跟注2700 跟注2700以後呢 中間的材質差不多有6500左右 6500到7000塊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 兩個人一起看一個轉牌 轉牌呢又掉了一張A 當我看到這張A的時候 心裡當然是開心的一下 因為掉了這一張A 對方手裡有A的牌型呢 大幅的減少 但是我並不是說 對方手中不可能會有AX的牌型 所以這個時候 你還是必須要小心謹慎 並不是說 你看牌面上掉了三張A 現在你有A戶 AA、AKK 你就開始轉攻為首 盲目的開始下注 不停的加注打打打 然後all in 然後最後all in的時候 對方翻出一張A的時候 你就跑來怪艾倫哥哥 都是因為你這個臭魚 說掉了一張A 人家沒有A的可能 並不是這樣 只是說降低了 人家有A的組合牌型的機率 這邊一樣的 我們沒有位置 你們都懂艾倫哥的打法 沒有位置的時候呢 就是採取被動的攻勢 一樣繼續的選擇過牌 過牌以後呢 對方也過牌了回來 這個時候呢 我很明顯 我覺得對方的手中 大概是沒有A了喔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 兩個人一起看一個合牌 合牌呢 是掉了一張4 這個時候我覺得 對手手中的牌型裡面呢 是有很多的超隊 99、1010、J、J、Q、Q 或者是他有一些8X的牌型 但是8X的牌型比較不可能 我是覺得他有超隊的 可能是比較會有的 所以這邊我想了一下 中間剛剛有說 差不多有7000到7500軸的抽碼 這邊想了一下 我打了一個5800軸的抽碼出去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是會跟著 5800軸的抽碼 如果他有1010、J、J、Q、Q的牌型的話 打了出去以後呢 對方想了一下 然後就棄牌了 不幸的對方是給我看了 他有66而已 沒有錯 只有66 如果我知道對方有66的話 我會下個2000塊左右吧 但是很難去推斷出他有66啊各位 我蓋 我是對對 196 166 166 166 最後打多打啊 5500 一千年 贏了那副牌以後呢 我們籌滿要來到了2500、2600以後 以你們認識的艾倫哥哥 你們一定都知道 艾倫哥哥桌上有錢的時候呢 就要開始搞怪了 沒有錯 這副牌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在槍口的位置看牌 我們有5-7磚塊 這邊選擇做了一個常規的加速 加速到300 然後不幸的 雙位跟大盲都選擇了跟住 這兩個小兔宰子 哇 跟住以後呢 我們三個人一起看一個翻牌 翻牌呢是來的Q-94 彩虹面這個時候中間有950塊錢左右吧 大盲的玩家很適向的選擇過牌 然後到門 因為我什麼都沒有擊中 然後也沒有什麼後門的機會 所以基本上這邊也選擇過牌 給專位的玩家 專位的玩家也選擇過牌 不錯喔 所以我們三個人繼續看一個轉牌 轉牌呢掉了一張3 這個時候我們有買後門順的機會了 後門卡順 大盲的玩家呢 繼續的選擇過牌到我們 這個時候 零機一動 有後門卡順 要偷一下囉 中間有950塊 打了700塊錢出去 打出去以後呢 專位的玩家很快的選擇跟著我 然後大盲的玩家是選擇了氣牌 所以我們剩兩個人一起看一個合牌 這個時候中間的彩詞呢 來到了差不多2500-2600左右 那因為我已經在這個局打了兩個小時了嘛 我對每個玩家的習性是稍微有點了解的 以我對專位玩家的了解 如果他有QX的牌型 有頂對的話 他在翻牌有位置的優勢 擊中頂對的時候 他一定會自己下注的 所以這個時候 我已經把他有QX的牌型給刪除掉了 基本上我就把它放在一個9X的牌型上面 然後呢我覺得他有9J銅花的牌型呢也不多 所以這個時候我想說我們要偷就偷到底吧 牌面上有10JQ 我們是有一些AK的牌型 有天順的牌型嘛 中間有2600塊 這個時候我抓了2200塊打的數據 打出去以後呢 對方很快的加注到了5700還5800 然後我們大聲說 我們只有57 就把牌給丟掉了 所以不幸的 偷雞失敗 跑馬哥 偷雞又失敗了 4年不對 7嗨 我沒有破吧 所以4年不對 好的 那這次去這個粉絲局呢 排型打的有點多 所以要分成上下集來介紹 那今天上集就做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目前上集結束的時候 差不多是沒輸沒贏的狀態 但是跟粉絲的互動呢 還是蠻好玩的 基本上我覺得 大家認識的人一起在打呢 是會插出蠻多不一樣的火花 所以是很好玩的 好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們 不要忘了幫我按讚、分享、留言跟訂閱喔 還有 艾倫哥哥終於要10萬粉了 可能這支影片推出的時候 剛過10萬粉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我前幾支 被人家打的影片的話 趕快去看 因為在那支影片下面留言的話 就可以抽獎 抽獎的話呢 被抽中可以幹嘛 艾倫哥直接要送給粉絲們 總共價值8萬塊的現金 然後還會舉辦一個粉絲同樂會 所以如果你還沒看過那支影片 快去留言 可以抽獎喔 那今天的影片說到已經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讚 不要忘了幫我按讚 分享 留言跟訂閱喔 我們過兩天後再見 掰掰